現在網路非常發達 電商市場備受關注 那麼有電商去年舉辦了儲備幹部的徵選 吸引了兩千多人來報名 那麼今年儲備幹部計畫規模擴大了年薪百萬 而且跨部門跨國輪調的福利 也號召更多的人才加入 認真跟同事簡報自己的工作項目 今年年僅二四歲的Jason 入行半年多 已是百萬年薪的儲備幹部 因為看好電商發展 在去年參與面試 幾下兩千多位競爭者成功勝出 同樣也是在去年應徵上榜的Celine 目前也在各部門實習 以多方面的觸及增加自己的電商經驗 隨著臺灣電商競爭日趨白熱化 各平臺也積極招募優秀人才 今年電商購物業者是展開第二屆的招募計畫 開放八個名額徵求優秀的年輕朋友加入 第一個就是說他的邏輯思考必須要非常的棒 然後要有盛思明辨的能力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希望呢 他是可以有非常正面 非常積極的 因為其實在電商這麼高壓的環境裡面 你每天都要面臨很多挑戰 那當然最後就是希望說 他當然因為顧名思義嘛 這是一個Global Leaders Program 我們還是希望他非常有領導能力 面試主管表示電商環境順息萬變 應試者除了基本的中英文外 還要參加商業社交大會 與其他的競爭者溝通合作 並與高階主管交流 從中展現個人特質才有機會脫穎而出 記者綜合報導